民營黨對於大新竹合併是勢在必行 雖然新竹市長林志堅 必要泰不會參選大新竹的第一任市長 不過呢 彰化縣爭取升格的決心 依然是當仁不讓的 延政部是在今天收到了 彰化縣改制直轄市計畫書 未來雲家家 還有北北機會不會有所行動 也備受關注 而現在各縣市拼升格 也成為熱門話題 更引發了全台的國土規劃討論 大新竹合併升格問題 朝野炒翻天 新竹市長林志堅 抛出震撼蛋 表態不參選2022大新竹首任市長 但彰化縣持續爭取升格的決心 當仁不讓 我認為我們彰化是升七都 是絕對是當仁不讓的 站在我是彰化縣長的立場 我絕對是力爭第七都 彰化縣長王惠美認為 彰化縣人口超過一百二十五萬 發展條件也沒有比別的縣市差 力爭成為台灣第七都 彰化縣改制直轄市計畫書 在二十八號上午十一點 已經送進內政部 內政部也將依地方制度法 相關規定辦理 學者則點出了評升格的關鍵 民進黨對大新竹勢在必行 接下來雲家家要不要病 北北基要不要病成大台北 還是北海市 評升格成了熱門話題 國土規劃更在政壇 引起熱烈討論 臺灣地下人愁各縣市都想要獲得最大資源 學者徐世榮指出並非只有合併升格一條路可以走 區域計畫法是規定在區域計畫法第十八條 那國土計畫法是規定在國土計畫法的第八條第二項 我們其實在法規上都有這樣的預留的空間 也就是在尊重地方自治的這個大前提之下 大家彼此還是有合作的可能性跟空間 徐世榮認為政府可以先修改財政收支劃分法 才不至於出現大者恆大的現象 而行政區域要不要重劃更是一大課題 必須從常記憶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